就在前两天 闲人队长的演员绝也有眼 受邀来到了上海的超级英雄魂展 和国内的粉丝们来的场面对面的互动 现场也是相当的热闹 毕竟在这几年 奥特曼在中国的人气 不能说是红得一塌糊涂 也可以说是火的乱七八糟 可以说奥特曼在中国的影响力 是除了日本以外 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比拟的 也正一如此 在这数年间 还会有不少人间体演员 纷纷来到中国 和喜欢自己的中国粉丝们 来一次亲密接触 这样做不仅能巩固演员自己的人气 还能借此来推广他们演出的作品 可谓是一举两得 那今天阿伟就给他盘一盘 除了席人队长外 还有哪些奥特曼人间体演员 来过中国 那么晚 昭和演员 来过中国的昭和人间体 一共有四位 首先第一个来的 就是初代人间体 在2014年 饰演早天的黑布金老爷子 就来到了中国上海 这也是奥特曼人间体 第一次说要来到中国 不仅如此 当年的见面会 粉丝们还给老爷子 提前过了75岁生日 这也是让老爷子又惊又喜 并且在这之后 老爷子还和粉丝们 一起去游览的城华庙 可以说他的这趟旅程 是相当的充实了 而初代的皮套演员 咕咕敏老爷子 则直到今年才来到了中国 而且已经80岁高龄的咕咕敏 还倾电的交粉丝 摆出了标准的 斯拜修姆光线的姿势 再然后就到了吉普舍师徒 2007年的上海见面会 三次幌四和真夏龙 也与中国粉丝 有了近距离的互动 不仅是三次老爷子 开场热唱赛文OP 并且在这之后 两人还来了波现场变身 三比时的两人 一个67岁 一个74岁 气势上远不如前 但是能看到他们这么精神 还是让粉丝相当欣慰的 在2015年 艾斯人间体北斗的扮演者 高峰归奥老爷子 也是受邀后来到了上海 从现场不难看出 老爷子是真喜欢中国的粉丝们 甚至在2019年 他又去了一次北京的现象 要知道 这伙高峰老爷子 已经73岁高龄了 但就算他拖着年老的身体 都还想再来中国一次 只能说 真的是很照顾中国的粉丝了 除此以外 南希子的演员新光子 也在2018年来过一次中国 不过可惜的是 二位至今都没有同时受邀来到中国 仅有的几次还全都敞开了 不知道在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到北斗和南 在中国也能同台合理变身一次 但不过 平成演员 到了平成时期 可能是由于受邀条件太苛刻 或者是除了平成三年外 当时其他角色人气不太高 总之 平成奥特曼人界底的演员 受邀来到中国的并不多 比如在06年 就来过中国的长演播 他其实并不是受到邀请 而是单纯的来中国四川玩了一圈 并且由于那会儿 迪迦才在国内播出没多久 因此在他这趟旅途中 几乎没有被国内的粉丝认出来 而在这之后 唐野博就貌似再也没有来过中国了 还是挺可惜的 不过在2019年 盖亚的两位主演 吉刚毅志和告一八成 倒是在盖亚20周年之际 正儿八经受邀来到了上海 Centre 相当鹰开 普通道 应该很高 阿 上海鴿 结果 我 良好的 , Personally 而这两位更是对中国的粉丝相当的热情 并且二位演员也都非常喜欢中国 正在这之前的2018年 他俩和清柳尊丹一起创作的恶搞特色片 主题见面会都是在广州举办的 不过那一次倒是只有高野去到了现场 虽然清柳和吉刚没去 但他俩还是给参加的粉丝发去了问候视频 还有来过中国的平成人间体演员 就是在孟比优斯剧中 涮孟比优斯的人间体伍斯兰损失 和西卡丽的人间体人科科技了 而他们来访的时间 就只有在今年的8月26号 不过这次见面会 由于伍斯兰的航班延误 而让早早就到场的粉丝和人科等了好一会儿 而这也让平时活泼的人科在线下都垮起了脸 不过尽管如此 二人在互动的时候 对粉丝还是相当的热情 并且在这期间还是能看出来 伍斯兰相比他体重巅峰时期已经瘦了不少 看来远古请他重回一幕也是指日可待了 而在这趟见面会的末尾 伍斯兰还久违的给粉丝们展示了一下 原汁原味的孟比优斯变身 好家伙 这一嗓子出来 粉丝票价少说回本一半了 另外 赛万X的人间体演员 鱼座崇利九 也在2021年去过中国宝岛台湾 而且因为他也在台湾发展过一段时间 因此他说的中文不仅十分标准 甚至还有着浓厚的口音 那么三 新人代演员 到了新人代时期 大部分演员来中国 都是为了给大哥带货 而新人代里第一个来中国的 是红卡的扮演者 石黑英雄 早在2018年 他先要去了上海 广州 杭州这三个城市 同一年 加古拉的演员清柳尊丹 也去到了上海 不过石黑在2018年以后 貌似就再也没有来过中国了 而清柳却因为加古拉这个角色 意外的收获了不少人气 因此他在2023年 又分别去了武汉和广州 好久了 好久了 来日午餐 午餐開始 思一切 本場で海底楼 楽しみ 明日からの 武汉も 我拍照 我希望你能看 我享受 我享受 那些人很美味 我享受 那些人很美味 很美味 我享受 很美味 很美味 超美味 下一个来中国的人经体演员 正是我们小鹿的演员 冰田龙城 受邀来到了2019年的奥特英雄混展 而他也是第一个来中国带货的人经体演员 并且此时刚好杰德和罗布联动剧场版 也即将在中国倡议 因此也正好让主演之一的冰田 顺便来国内造个事 可以看出来 彼时还没有成为大陆的冰田 出于带货的目的站在台上 还是显得相当局促的 但在后面和自己的皮套演员 站在一块的时候 明显就变得有底气多了 并且还贴心的指导了自己的皮眼 发射光线的姿势 同一年的6月29号 令人的演员小泽雄泰 也受邀来到了重庆 他还在粉丝们的欢呼声架 展示了一遍自己的招牌地板动作 就连被赛罗夺舍的条段 他也很好地还原了出来 实在是太帅了 有没有 不过由于疫情 后面两年 就没有人间的演员再来过中国了 直到今年上半年 他有斯曼鲁超人的演员 斯板赖我 来得趟中国情 斯板今年的到来 可以说是工作旅游两部 他不仅是参加了成都粉丝见面会 并且还在空闲时间 去成都周遭逛了逛 他甚至还抽空 去看了趟国宝大熊猫 好家伙 莫非你也是时间管理大师 与此同时 在德凯最终章于台湾上映时 德凯三人组的演员 也去台湾接受了采访 不是 你等会 怎么是你们仨 我龙门呐 喝的有心老婆 不要激有了是吧 不过其中蒂娜斯的演员 中尊加米奶 还单独参加了 香港的德凯见面会 好家伙 这排面比主角揍大都要大 虽然德凯最终章实在是不行 但中尊小姐姐的颜值 确实是相当可以 难怪香港那场只找了他 另外 德凯明日见的演员 骨口闲智 也在7月份来到了广州 而线下粉丝也是相当的热情 毕竟人家不仅是德凯 还是救急战队的Go Blue 和假面骑士Amazon 那人气 可不是一般的高 这边是我的工作 我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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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